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癌症是一个让人文质变色的词 它总是和绝症这一个词联系在一起 目前的医疗手段只有在癌症的早期阶段能控制它 一旦发展到第三期和第四期 那治疗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延长患者的生命和减轻痛苦 就谈不上治愈了 但是已故的预言家龙婆八八万家 早在1980年代就铁口直断过 说人类将在2024年攻克癌症 那当时是没有人相信的 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 癌症真的很可能近期就会被攻克了 而这个攻克的方法呢 其实早在5000年前就有了 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提醒大家一声 本周的会员节目已经上传了 彩蛋是复活节的标配 但奇怪的是彩蛋其实和耶稣的复活没有半点关系 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位古老的大神 请大家记得收看这期复活节彩蛋的真相 2024年3月 《科学》杂志登出了一篇重磅文章 文章来自于斯坦福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主要内容是 癌症这个自古以来的顽疾 人类很可能正站在攻克它的边缘 癌症 Cancer 又被称之为恶性肿瘤 它是身体里控制细胞分裂的机制失常 细胞开始疯狂的不规则生长 侵犯到身体其他器官以后造成的疾病 其实Cancer一词是来源于希腊文的螃蟹这个词 Cachinos 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医生 医学之父西波克拉底 就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 人体的器官上会长出一种肿瘤 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 它可以游走到人身体的任何部位 趁机杀死人 它这里指的就是癌细胞的扩散 因此它就把这种病称之为螃蟹 翻译成拉丁文就叫Cancer 中文称之为癌症 如果再往前找 一位古埃及神医印和田 早在5000年前就记录过癌症 这位高人在好莱坞电影《神鬼传奇》2001版当中 被塑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反派 电影中长着一身剑子肉的印和田 和法老的妃子偷情被人发现了 于是暴怒的法老处死了两个人 印和田在死后变成了无法投胎的悲催恶灵 几千年来只能滞留在陵墓当中 他唯一想干的事就是复活自己的爱人 为此不惜动用黑魔法为祸人间 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被电影的男女主角给阻止了 但其实真实的印和田长得既不高大也不威武 更没有发达的剑子肉 他就是一个文弱书生 当然也没有给法老戴绿帽子 相反他是古埃及第三王朝的法老 佐塞尔最信任的人 印和田是佐塞尔的宰相和大祭司 他为佐塞尔设计了大名鼎鼎的阶梯形金字塔 同时他还兼任了大法官和佐塞尔的宫廷御医 可谓是未及人臣 在死后印和田的名字也被刻在了佐塞尔雕像的基座上 受到后世法老的供奉 后来他更被古埃及人尊奉为医神 印和田曾经撰写过一本医学临床资料 里面收集了他遇到过的医疗案例 现在保存下来的有48例 这48例当中 有8例就是不同类型的肿瘤病例 有热肿瘤 油性肿瘤 实体瘤 冷却瘤等等 印和田在插图旁边 仔细标注了治疗方法 大致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在肿瘤上划一刀 至于这划一刀会起什么作用 我们接下来会解释 而第二种方法就比较生猛了 印和田笔墨详尽地写出了 用这种方法摘除乳腺癌肿瘤的手术全过程 在大厅里 一名女性患者正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 一名女医师正轻柔地按摩着患者的右侧乳房 而印和田则在一边观察指挥 是的不用怀疑 早在古埃及时代就有受过训练的女医生 专门为女性患者服务 女医师的手指尖触摸到了一个滑动的肿瘤 很幸运 这个肿瘤就在靠近皮肤的位置 而且很小 印和田仔细看了看形状和大小 点了点头 也就意味着可以进行手术了 只见助理端来了一杯液体 患者接过来一饮而尽 没多久患者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助理又拿来了绳索和压麻布 小心地把患者的四肢固定在了手术台上 避免在手术过程中 患者一旦腾醒就胡乱挣扎 而另一个助手已经在室内架起了火盆 火盆上放满了各种尺寸的烙铁 大的有一个男人巴掌大 小的比婴儿的手指还要细 女医师和印和田此时也已经洗过了手 女医师在患者的右胸也涂了一层液体 然后就非常小心地 把滑动的肿瘤捏到靠近皮肤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烙铁已经烧得通红 印和田就拿起烙铁毫不犹豫地贴了上去 只听得传来了滋滋的声音 空气中也散布着焦糊的气味 印和田和女医生满头大汗 工作了许久 才把患者右胸上的肿瘤完全制烤完 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办法是什么呢 比如有一例女性患者感觉胸部刺痛 乳房有肿块 摸上去又硬又凉 而治疗的方法印和田只写了两个大字 没有 就是放弃治疗 下面还写了一行小备注 说这是众神的诅咒 唯有祈求神灵的原谅 现代肿瘤学家看到手稿的时候都大吃一惊 因为印和田写的第二和第三案例 那简直就是现代治疗乳腺癌的翻版 第二例的治疗原理和现代手术是一模一样 第三例则是乳腺癌晚期的症状 目前治疗癌症的手法主要就是三招 一手术摘除 二化疗 三放疗 第一招和印和田使用的治考法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摘除法 只不过现代手术设备更精良 是高配版 印和田当年实施的是简单粗暴的第一配版 在肿瘤小 呈良性的时候摘除法有效 至于后两招化疗和放疗 是从20世纪初 居里夫人发现了Po和雷这两种放射性元素以后才兴起的 这两种方法是属于杀低一千自损八百的招 也是对于早期癌症有效 如果遇到癌症晚期作用也不大 现代的肿瘤医生如果遇到第三类病人 乳腺癌晚期的病患 也会和5000年前的印和田一样 双手一摊 摇头说一声治不了 他想吃点啥好的 想去哪玩就随他吧 看到这儿您可能要问 印和田用的第一招在肿瘤部位划一刀 后来为什么没有人用了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用 我们接下来就会一步步讲到这儿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数据 到2022年为止 全球的癌症种类已经有了100多种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一起成为了人类的头好杀手 如果说能够攻克癌症 当然会让政府机构们都常常的输一口气 终于不用在医保上花那么大价钱了 患者们也会谢天谢地 不用再受罪了 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那么它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医学生物团队 进行了一项实验 研究人员们把一团泥 抹在了一群老鼠的头顶上 目的是想测试老鼠自身的免疫反应 当然这团泥并不是普通的泥 里面混合了基因改造过的表皮葡萄球细菌 这种细菌能让老鼠患上皮炎 这群老鼠也不是普通的老鼠 而是一群被注射了黑色素硫细胞的老鼠 肚子上已经长出了肿瘤 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得了皮肤癌的小老鼠 然后又被涂上了得皮炎的细菌 那这会让老鼠们病上加病嘛 那这里我们先要解释一下癌症的产生过程 其实癌症并不是外来的敌人 而是生物体自己产生的 以人为例 人体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 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细胞类型 比如有神经细胞 皮肤细胞 线细胞 血细胞等等等等 细胞不断地重复着这一个过程 先分裂然后生长再然后被淘汰 只不过有的细胞更新时间快 比如皮肤细胞 每隔几周到一个月就会翻新一次 有的更新时间极慢 比如神经元细胞 需要几年才更新 甚至一辈子都不更新 人体中到底有多少个细胞呢 没人能够回答 现代医学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数 约是数十万亿到数千万亿个细胞 每个细胞都有不同的机制 控制着它的更新速度和方式 这个机制就是细胞里携带的 遗传信息单位基因 不同的细胞类别里 基因也大相径庭 人体细胞就是在基因的控制下 不断地分裂生长淘汰 人就从婴儿长成了大人 然后再慢慢走向衰老和死亡 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纰漏 那么先天疾病 残疾甚至死亡都会找上门 现代基因组织父克林斯 在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 沉默半赏 只说了一句 这么完美复杂的系统 除了神能够制造出来 我想不出其他的人选 正常的细胞 由专门的基因控制 分裂到了一定数目 就不再分裂了 这样各个细胞组织 就能够维持平衡 但是如果有个别控制基因 在分裂的时候突然失控了 那就坏了 细胞就开始无限制生长 肿瘤就出现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肿瘤真的就像螃蟹一样 会随着人体的循环系统 四处游走 霸占其他细胞组织的地盘 那这也就意味着 癌症细胞开始转移了 您可能会问 人体不是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吗 为什么识别不出癌细胞呢 那是因为癌细胞极其的狡猾 特别在它数量很少的时候 它会采取几种招数 来迷惑免疫系统 一 穿上隐身衣 我们在两年之前做过一期节目 身体里的间谍 那集节目当中就系统的讲过 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我现在把这集节目的链接 放在屏幕上方 有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可以一步看一下 当免疫细胞在人体内巡逻的时候 癌细胞就会穿上隐身衣 让免疫细胞察觉不出来 如果免疫系统派出 专门对付癌细胞的特种兵 T细胞来检查的时候 癌细胞还能够继续伪装 T细胞是淋巴细胞 它从骨髓中生出来 立刻就被扔进了胸线 这个训练营里不断的训练 等技能成熟以后 就被派到人体的各个淋巴组织里 开始了特种兵生涯 T细胞专门对付的 就是人体内的各类病毒 细菌和癌细胞 T细胞的装备遗留 作战经验丰富 不过它也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眼神不太好 打起仗来不太分得清敌我 只要碰到别的细胞举刀就砍 为了避免T细胞误伤有菌 免疫系统特别给T细胞 配备了一种刹车板装置 当T细胞和有菌细胞相对垒的时候 有菌细胞就会分泌出一种特别的蛋白 就诱发这种刹车板起作用 从而就避免了有菌之间的互相残杀了 但癌细胞比细菌和病毒要狡猾得多 它们会伪装成有菌 释放类似的蛋白 T细胞一样会中招 就放过癌细胞 所以虽然T细胞人狠话不多 但是对癌细胞的杀伤力却远远不够 等癌细胞越积越多形成肿瘤的时候 癌细胞就不再装了 即便这时免疫细胞和特种兵T细胞 已经认清了癌细胞的本质 但为时也晚了 因为癌细胞已经把细胞之间的空隙 全部占满了 形成了一个缺氧的环境 这时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 即便组成大菌冲进肿瘤里面 也会昏昏欲睡 毫无占力 但癌细胞会活得很滋润 而且会越来越多 肿瘤也就越长越大 好 讲完了癌症的生成过程 我们再回到斯坦福大学的试验 话说研究人员在已经患癌的小老鼠 头皮上和身上涂上了皮肤病的细菌 会加深老鼠的病吗 结果是让人大吃一惊 老鼠肚子上的肿瘤 居然越来越小 几天之后 有的老鼠肿瘤居然完全消失了 这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屏住了呼吸 反反复复重复了实验 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结果 大家都昏乎雀跃 很受鼓舞 实验组长菲斯巴赫博士 于是兴奋的宣布 我们终于找到治愈癌症的窍门了 原来涂在老鼠头顶的表皮葡萄球菌里 大有乾坤 里面安插上了一种皮肤癌抗原 大家别误会抗原这个词 不是说抗原就是能抵抗癌症 而是一种警告标志 标志上把皮肤癌细胞的特征都给画出来了 提醒免疫系统不要受癌细胞的迷惑 于是细菌不仅没有让老鼠得上皮炎 反而像开关一样 让老鼠的免疫系统立刻认出了癌细胞 于是自发产生了一种叫做CD8T的细胞 这种细胞遇到皮肤癌细胞就会迅速繁殖 而且对癌细胞痛下杀手 直到完全消灭癌细胞 菲博士看到这个结果 兴奋的Bitipower都冒出来了 立刻在2024年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论文中说 癌症这个折磨了人类几千年的顽疾 终于有被攻克的可能性了 方法就是以毒攻毒 解药就是被改造过的细菌 这种细菌能激发生物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识别和杀死癌细胞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疫苗的原理吗 所以这种改造过的细菌 其实就是癌症疫苗 也就是说 人类有望生产出能够抵抗癌症的疫苗了 论文发表出来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几千年来的顽疾 你说功课就功课了 会不会是吹牛啊 当然菲博士还是很谨慎的 因为毕竟老鼠这种级别的动物试验 和人体的试验结果 有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是这种以毒攻毒的致癌思路 在古埃及的印和田时代就有应用了 大家还记得前面所说的 印和田在他的医疗记录当中所写下的 在肿瘤上划一刀这种做法吗 这就属于以毒攻毒 划一刀的目的就是故意制造感染 肿瘤上划了一刀以后 在古埃及那个炎热的环境下 受伤部位就会因为细菌感染而发炎化膿 这样就能够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 印和田并没有在资料上留下 最后的治疗效果到底是如何 但是从后来古埃及出土的资料来看 以毒攻毒来治疗肿瘤 其实在古埃及是一个很普遍 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只有印和田一个人实施过 其实在19世纪 一个叫科利的美国医生 也曾经用过同样的办法来治疗肿瘤 科利刚从医学院毕业没多久 就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当上了外科医生 他闲来无事就会翻越病患的病例 加强自己的业务水平 一天他翻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病例 病人叫斯坦 是一个德国移民 他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 斯坦在医院做过切除手术 但是每次切除以后 肿瘤就会在斯坦的脖子 另外一个地方长出来 就这么来来回回 切了好几回 肿瘤始终顽固的待在斯坦的脖子上 最后医生也没辙了 他就告诉斯坦 我也无力回天了 那意思就是你回家等死吧 斯坦不甘心 还是希望医院在最后给他割一次 结果悲催的斯坦 在最后一次手术后 感染上了链球菌 引发了高烧 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 可是等斯坦稍退回家以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医院割过肿瘤 而且再也没有长过肿瘤 科利一下子就把斯坦的肿瘤病例 和古埃及的治疗方法联系在了一起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 这其中的奥妙到底是什么 因为当时还没有人了解 人体免疫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后来科利自己开了一家诊所 他把观察到的这种 以毒攻毒的方法 用在了自己的病人身上 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细菌疗法 他用细菌疗法治疗了896名患者 其中有500多名完全治愈了 这在当时的美国医学界引起了轰动 但是因为科利拿不出任何学术理论 也就没有办法把治疗方法标准化 美国癌症学会就担心 别的医生如果简单模仿它 会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就出来叫停了科利的治疗方法 再加上后来化疗和放疗方法的兴起 细菌疗法就完全被人遗忘了 现在菲博士又提出了细菌疗法 只不过现在人类对免疫系统 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也有了科学理论依据 那反对意见相对就少很多了 而且现在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 叫细菌疗法不太好听 就叫做免疫疗法 于是乎人类走过了5000年的弯路 又重新捡起了免疫疗法来对抗癌症 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尽快造福人类吧 那么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古埃及人是怎么知道免疫疗法的呢 看来医神果然是神 又高于普通人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